嗯 说一说我这半个月都经历了什么 就半个月前还在居家办公的时候 某一天我就被安排去了公司轮包 然后屁股刚刚坐着办公室 就被人事叫到灰石 当时我就有一种不祥的一载 果然就给我领了一个N加1的大礼包 当然虽说临近年底吧 那年终奖肯定是没有的 两个小时之后 两个小时公司就锁了我的办公软件和门禁 我头一回体会到原来公司的办事效率 和部门之间的协作是可以这么的快 导致我最后出公司的门 都是同事帮我刷的卡 我走之后的一周 北京就开始恢复了职场办公 一起恢复办公的还有新冠病毒 没错公司从灵性的羊变成了灵性的阴 直到全军覆没 我当时还洋洋得意 正准备跟朋友吃一顿散伙饭 然后回家过年 臭臭 我刚才没化妆 你这个人 两天之后 我发现我也痒了 这段时间我的脑子烧到了39度2 我也彻底想明白了一些事情 北京太冷了 我想回南方 想明白之后就开始给我妈打电话 我说妈我明天回武汉工作 然后我妈就特别兴奋 说太好了 我这就让三女给你安排相亲 明年一定要给我成个家 我听完之后我就沉默了 我心想这种我想的不一样啊 您未遇碎我不未瓦全 我您要自由不要爱情 然后我就开始看飞机票了 看飞哪儿的机票比较便宜 主要是暖和 海南吧 已经被东北人承包了 那就算我们去云南吧 都一样四季如春 然后我就买了去昆明的机票 一周之内我打包好了我的行李 以及我的猫 机回了湖北 然后今天最后 和杨过的朋友吃了一顿饭 我说真心的最后一顿吧 以后跟这么帅的人再次就没机会了 要点脸吧 东西我已经收拾好了 明天早上的机票准备出发 好了就是这样 明天就离开北京了 这应该 今天应该是我在北京待的最后一天 今天是圣诞节 先祝各位圣诞节快乐呀 大城市融不下肉身 小城市融不下灵魂 我相信这个问题困扰着90后 还有00后不少的朋友们 先教大家背景 这个朋友呢 是我在北京实习的时候认识的 她是国内谋985的一个文科生 觉得是文科专业 我们一起实习了几个月 总结来说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女孩子 后来呢我回到了老家国企工作 然后她也回老家走了一个人才引进 给的是一个事业编 很几天她告诉我 她最近准备要辞职了 在现在目前经济不好的情况下呢 编制以及考工考事业编 是很多人的一个第一选择 我有问过她 你为什么当时会选择这个工作 那又为什么会选择立职呢 当时呢就是她选择这个原因 就是说她有编制 比较安稳 可以没有那么大压力 实习期的工资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扣完无限金之后 到手是4000多 因为当时实习的时候 才有考研考复旦大学的一个研究生 但是很遗憾 竞争非常激烈 她没有上榜 所以她依然抱着 有研究生这样一个梦想 进入了老家附近的一个事业编 进行工作 并且有想继续考研的想法 她有过说 虽然是在她老家附近的一个事业编吧 但是也是走的是一个县城事业编 处于一个小地方 她要是在那边生活的话 依然是要自己租房 然后自己去吃饭 实习期的工资也就4000多 跑去吃饭和租房 并没有剩下多少钱 我有问她 你辞职之后 决定要做什么吗 她给我的选择是 她还是要考研 即使她考不上研 也决定要再次考一下 自己家里的事业编 市里的事业编 而不是让回人才已经小县城 后来我有问她 你是对当前的工作 有不满意的地方吗 我想 她当时是想着先进取这个编制 然后再考一个飞行研究生 后来发现她们办公室有十几个人 根本有没有办法给她机会去学习去看书 并且呢她的工作很忙 在疫情期间 由于办公室她是新来的年轻人 所以领导可能说安排的任务都对她来做 在疫情期间经常也是值班 甚至有时候上班会上到晚上十点和十一点 她仿佛看到了自己的未来多事少离家近 没有跟她有什么关系 然后总结来说还是那句话 小城市容不下灵魂 大城市容不下柔身 既然前多事少离家近 一点都不占的话 无论她做什么选择 我都会去支持她 她和我讲 没错 我才22岁 有很多的机会我可以尝试 没有必要在一个地方 留一个小地方 留下来做五年 管她啥呢 你还在年轻 穷折腾呗 这仿佛也说到了 在三县城市工作我的新生 在明年的时候 能看到她成为一个研究生吧 大家觉得这个选择如何呢 欢迎在评论区 或弹幕留言告诉我 我祝她前程四进 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 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 如果这个事情 发生在你的身上的话 会怎么选择呢 我是2017年年中来的北京 今年是我来北京的第六年 我是93年的 今年29岁 当然有网友说我是30 无所谓了 那你们觉得我的存款有多少呢 我刚来北京头几个月 月薪是三四千 那个时候还交了一个男朋友 虽然说都在北京 但是离得比较远 如果坐公交的话 这个路程得有两个小时 然后那个时候 我下班还比较晚 因为是在培训机构上班 基本上都是八点以后下班 所以说我去找她的话 都得打车过去 打一次车都得六七十吧 平均我每周需要打两次车左右 所以那时候可以说是月光族 一分都不太剩的 后面工资稍微高了一点 有六七千左右 但是也不剩 为什么呢 因为那时候我老换房子 也是刚进入社会不太懂 老被中介坑 给介绍的房子吧 怎么说呢 反正就是住的不是很好 你要是换的话 押金都不给退呀 反正这方面也浪费了不少的钱 可以说头两三年 是真正的是一分都不再剩的 我是有攒钱的意识 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攒的 那我现在 对再跟大家说一个事啊 就是2021年代 整个一年我都没有参加工作 因为那一年我是比较迷茫 不知道该干什么 所以就是没有收入 然后那我现在的存款是 七万 我觉得 我觉得我挺满意的 不知道29岁的你 情况有多少呢 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上班之后买衣服的价格 从30多到80多不得 还有几家呢 是我的好朋友和同事 捐赠给我的 我朋友和同事的爱好 都是什么滑雪 滑翔伞 打网球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这两个月居家的爱好 拼豆豆 一包豆豆1000克 大概两三块钱 以我这个财产实力 一次能全款买十万 一万克 跟我拼好多天 别人在北京都是想去什么 环球影城 宽乐谷 我去抢还能出门的时候 在北京去到最多的就是公园 玉圆坛 天坛 地坛 颐鹤园 圆明园 奥森公园 草原公园 这些我周末都会去溜达 我最开始来北京读研的时候 还会跟我同学去看一些艺术展 打开一些网红店 现在公园的门票 如果超过十块钱 我都得想一想 它有没有拼替 我到现在还保留着 我妈在老家的一些 行电阶约的生活习惯 比如买菜的袋子 一定要当做垃圾袋 二次使用 然后自己买的垃圾袋不用 然后在家一定要攒一些 买东西送的那种手提袋 但是呢 就没有用上的时候 其实这个视频 倒不是想卖惨 我的公司也肯定不只是 两千块钱 我也不是真的去不久 环球影城那些地方 但是就像我最近看的 一个综艺短片里 里面有一级嘉宾的话题是 你向往低欲望的生活吗 齐瑞说的就是 跟我很像的状态 他说我自己本身 就是在过着低欲望的生活 但是如果你问我 能接受吗 其实也不能 我也是这样 我是受到我爸妈的影响 但很幸运的是 他们俩不是跟我说 爸妈省吃减用的 都是为了你之类的话 他们没有让我背负 愧疚感长大 我只是耳濡目染的 从心里比较认可 这种极简的消费里面 但是对这种生活 远没有上升到 一个向往的层面 如果我现在一个月 工资几十万了 完了我还是亲爱的消费水平 那才能叫向往 现在就只是因为 我的积蓄还没有足够的 满足我对钱的安全感 我害怕会有一天 我被动的选择了 低欲望的生活 那还不如 现在我自己主动的选择 非刚需不购买 不被消费主义绑架 多一些储蓄 去提高一下 我自己还有家人的 抵抗风险的能力 如果现在问我 来北漂之前 有没有想过 现在会过上这种 清贫寡淡的生活 也有想过 反而是来北京之后 经历的一些事情 还是远远超过了 我的运气 比如说我有坚持 在自媒体语平台 发一些自己 叙叙叨叨的视频 并且得到了一些 鼓励和支持 拥有了一段很健康 很治愈我的亲密关系 还有几个性格非常好 什么事都能分享的 好朋友 有在我最喜欢的变手 陈梅老师面前 打过辩论 并且得到了 他的夸夸和合影 这年一直能感受到 自己的进步 能感受到身边 每一个人的爱意 无论你选择了 哪一座城市 这座城市 一定会有他慷慨的一面 他一定会送给你 一些意想不到的礼物 当然了 我本来以为 除了我刚才说的这些呢 北京还会再 送给我一些财富 但是在我刚才 录视频的时候 我突然意识到 这些财应该是我的财富 朋友们 我突然就觉得 自己活通透了 如果我是个有钱人的话 我应该不能在 二十多岁的年纪 就想明白这一点 但是呢 我不是 所以呢 我也没有被金钱 蒙蔽双眼 也突然想到 这期视频的标题 感谢公司 让我活得如此通透 如果别的财富 也能稍微给我一点的话 我就更感谢公司